中華傳統民俗文化協會精彩的北館演出讓人沉醉於悠揚樂聲 由盲人朋友組成的打擊樂團則帶來另一種聲音 香噴噴的四種飯盒則是太白社區重現碼頭文化的碼頭爆飯 還有五幅社區這三幅分別以老鷹、基隆廟口及卡瑪丁漁師等基隆特色為主題創作的大型畫作 很難想像都是居民用樹葉踏映而成 樹葉拓映、踏映 這個是全部你們遠遠的看好像非常美 但是都是用樹葉一片一片的去把它連接起來的 匯集22格社區營造點及七格曲工所作品 以智慧市民與生活為主題的基隆社區營造點聯合成果站 11月4號到11月10號將在要塞司令部展出 豐富多元的營造成果讓基隆市副市長林永發大為讚賞 可以看得到我們社造這一次參加展出的有22個社區加7個區工所 那這所有的成果非常非常豐碩 我們有海邊的、有山上的、有碼頭的 然後各種有生態的 那其實這一個社區營造 其實就是透過在地把在地的特色發揮出來 也響應所謂的國際的永續城市、永續發展的這個理念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基隆社區營造近年來成果豐碩 主要是從過去單打獨鬥改為以議題為主 並發揮由下而上的精神 鼓勵居民參與公共領域的運作 文明全國的海洋老英嘉連華活動就是最好的例子 整個社造已經從我剛講的單打獨鬥的到 教育長的輔導一直整個年度推動都是用議題式的方向在 協助在由各個社區來提案 然後在這個議題的主軸之下來 就是期望說把基隆各個社區跟我們整個城市能夠讓它更突出 更彰顯我們整個社造精神 除了11月4號起的金太展 11月5號當天在要塞司令部軍補庫房前廣場 還將舉辦動態成果展 除了精彩的社區表演還有DIY品美食等體驗活動 歡迎民眾一起來體驗基隆在地人文魅力 記者張祈騰金融報導 請